專家小心翼翼的用狼頭敲下石頭樣本 樹底下的這顆大石頭看似不起眼 但走進觀察卻發現 石頭上的紋路清晰可見斑駁的木紋 而專家說這顆石頭可能是台灣發現最大的木化石 目前從外觀來看 它都符合木材的一個外觀的特徵 目前外觀看它是有比較接近年輪的 這種特徵而且它的橫切面看起來也是比較像木化石 在台灣目前我們所知道的是它數量變不多 而且要看到這麼大的一塊木化石 這個是非常罕見的 專家表示木化石常出現在火山運動頻繁的地區 火山爆發貨地殼變動會快速的將大量樹木掩埋 經過地底千萬年以上的化學患質作用 原本的木頭有機質完整被礦物質所取代 就形成了罕見的木化石 而族人也表示石頭從日據時代就保存至今 甚至還傳說石頭底下埋藏著日本人的黃金 這邊樹木跟這個兩顆石頭的故事就傳說就是 木化石又稱木變石 專家說木化石過去在桃園大溪就曾出現 體型大且完整卻相當少見 但未來還需做精密的檢驗測試 而當地族人也希望木化石能收到完善保護 讓更多人冷目睹大自然的神奇力量 原資訊過文化大自然的台東延平採訪報道 好